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塔斯玛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南部 在这里大自然主宰着一切 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 完好保留了冰川造就的迷人风景 这里被称为假日之州 也是思光和小鱼旅行的第二站 我们刚刚自驾开到路边的时候 看到有一只烤拉走在路上晒太阳 然后看到我们走过来以后 那现在就跑到树上去了 好可爱啊 鹿域可爱的野生烤拉 让小鱼十分兴奋 但思光的心思 却是另一种潜藏在水中的美食 按照以往的经验 他们首先来到当地的农产品集市 大听消息 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每个星期天早上 从八点半开始到一点 就在市区有一个叫做 Bomb Gate的一个农产品的集市 我们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也很喜欢逛集市 在塔斯玛尼亚 霍巴特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有 很大型的一次集市 各个村子里面的农民 就会赶着这个集市 然后到这个镇上来摆摊 有一点我体会比较深刻的 是他们会卖一些 自己种植的一些农产品 其实他们不一定比超市里面便宜 但是他们当地人也都很会支持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 最低碳的一种消费行为 因为它不需要经过长途的运输 所以他们当地人 即使是说我付出高一点的价格 但是他们依然很愿意 去购买当地人自己种植的东西 这个农机机上面也有生蚝卖 他们卖的生蚝是来自于 布鲁岛的 那天也是很臭巧 看到了他们有人在卖这个生蚝 岛是塔斯玛利亚岛附近的一个小岛 那我们之前有了解到这个小岛 就是雪域非常清澈 从那边出产质量很好的生蚝 我就过去跟那个农场主Mark搭讪 他也很大方就给我尝了几个他们的生蚝 谢谢 超新鲜的 好好吃 非常新鲜 我问他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再去采集这个生蚝 我说能不能参观一下你们农场 他很乐意 我问一下养生蚝的澳大利亚人 我问他就说他养的是什么蚝 他说他养的是那种 太平洋生蚝 然后其实在塔斯玛尼亚 还有一种他们本地的叫塔斯玛尼亚的蚝 那种蚝的话呢 长得更圆一点 太平洋的这种生蚝呢 长得就有点像扇形 我问他那个塔斯玛尼亚那种蚝好不好吃 他说吃起来味道可能会比这种太平洋生蚝要重一点 但是呢一般他们只养殖这种太平洋的生蚝 因为这种好像是说 养殖起来更容易一点 四光和小鱼来到码头 他们将要跟随农场主马克一起 亲手采集生蚝 这个动作呢 其实它是在模拟退槽 的时候的那个动作 这个生蚝如果它预感到它要退槽了 那么它就会把它合起来 那合起来了以后呢 然后它里面吸了水 这个呢可以让这个生蚝 可以在上了陆地以后 它可以保存了更长时间 保持它的新鲜度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Jumble Size 也是我当天在市场里面尝到了一种 然后这个就是叫做 Large Nise 你看这是有一点点差别 这个要大一点 为什么你找到那种 所以你拿起来 然后你把小的大小 把小的大小 把小的大小回到 这个水里哪一个地方 什么时候可以去收这个蚝 它说都是用它脑子借的 生蚝它说存活率有94%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存活率 我要把它做清洗的动作 谢谢 OK 起来 它现在呢就是把挑出来的蚝 这些蚝都太小了 还不够尺寸 所以呢 它要再放回海里去 再放一段时间 要再拿出来卖 然后它每一个现在放的蚝呢 放这个篮子里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留足够多的空间 让蚝去找 让它稍微吃甜了 它再咬一下 然后保持它每一个都是品的 然后你看它领出了这个空间 就足够是好 再去找更大 清晨体验生蚝采集 让小鱼体会到了 这份美味的来之不易 而热情的马克 也邀请它品尝生蚝最新鲜的滋味 它拿在手上的手感 就大概知道里面的肉 大概有赞比 但这个可比 哇 哇 这个是80-90% 对 对 这不太远远的声蚝 对 这个叫完美的生蚝 这个就是要看它这个肉 在它里面的壳的比重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就是一般般 它可能只占了60%左右 这个50分这个60分这个70分这个85分 我先再来尝一下吧 这个我先尝一个这个黑边的 然后它说这个蚝是70分的蚝 这个很像是70分的蚝 刚刚从海市上来的蚝是蛮咸的 其实 这个蚝 就是口感非常的丰富 我穿这个85分的蚝 这个是85分的蚝 太好吃了吧 真的 只有这个这么好吃的蚝 很滑 口香里面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太好吃了吧 跟随农场主马克 四光和小鱼 学会了如何分辨生蚝的等级 也品尝到了最新鲜的完美生蚝 接下来他们将乘船出海 去不过另一种极品美味 金枪鱼 千万不要松手 哇 我觉得我的肩膀已经酸了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世界厨房系列之 好吃澳洲 哇 哇 我原生中的第二条金枪 好 好 网上观看本节目 就在旅游网市 第二天一早 四光和小鱼就来到了码头 今天他们要跟随船长马修 却寻找一种顶级的食材 金枪鱼 嘿嘿嘿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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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写什么 你觉得写什么 你觉得写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跟出船的这位船长 是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 别人钓不到鱼的时候 他都能钓不到 我们是通过朋友的话呢 提前预定了一个钓金枪鱼的鱼船 我们其实是去了以后才知道 不只是他出名 原来他们家就是钓鱼四家 在这艘船里面有一条金枪鱼的尾巴 这条金枪鱼是去年Mersu出船的时候 抓到的有130公斤 也就是去年五月份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钓金枪鱼的话 大部分用的都是脱钓的一种方式 船开着鱼竿夹好 就一直拖动这个在水面这样走动 这种这么小的船上面 他放了13根杆 那这些杆子能没有交叉打劫 真的是一件他们神奇的事 绝对是一个技术 这是早上9点钟 我们出海两个小时 刚刚找到的一个钓点 我们停留了大概20分钟没有鱼 然后我们现在跨到另外一个地方 看看这一次会不会有钓到金枪鱼的运气 你怎么看到这些鱼端 这些鱼端鱼 这是鱼端鱼端 这是鱼端鱼端 这是鱼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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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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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咬的时候 我们整个船的人都特别的兴奋 哇 咬鱼了 咬鱼了 然后他们就喊谁来钓这条鱼上来 我当时就是心口里面有个泳子 我就说我上 其实我是整艘船里面 就是钓鱼经验是最少的一个人 千万别松手啊 这可是几百刀 几百刀的杆啊 好重 好重 对 收回 提起甘来再收一下 提起甘来再收一下 天哪 光要站稳都不容易 哇塞 我觉得它要把我拽下去的感觉 我是第一次钓体型那么大的鱼 所以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说 它的力气有多大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被那条金箱鱼 就是硬拽着往前的 所以我整个人的身体 基本上就是就倾斜在那边了 不要松手 跟蛮的手切 我还在哪里 有多大 有多大 你住啊 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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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力气 边上的两位船员在帮我 就一个呢就酷着我的腰 另外一个呢就帮我使劲 然后慢慢的才任得上进去 把这个鱼轮换过来 好 OK 好 看到了 闪的光 鱼上水面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把那条金箱鱼抱在怀里的那一刻 就觉得自己特别man 这应该是我人生里面最man的那一刻 小鱼钓到的金箱鱼让死光羡慕不已 但很快 它也摩拳擦掌地加入到钓鱼队伍中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群鸟 鸟的话就直接从天上飞了 一个冲刺扎到水里去吃那个小鱼 那说明底下的话 应该也会有金箱鱼群在追逐其他的小鱼 我们家快接近了 相信很快又可以钓到金箱鱼了 金箱鱼它在捕食的时候会冲出水面 像个小炮弹一样跳上来又钻下去 非常壮观 中到打鱼的那一个瞬间吧 整个人的话会肾上显速狂争 就是进入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 尤其是你听到这个线轮在滋滋滋的出现的时候 整个人特别激动 然后你还要用力地跟这个鱼搏斗 因为真的这个鱼的力气非常大 你要一直hold住这个鱼杆 要一直使劲 其实当一条鱼钓上来的时候 你发现两个手臂都已经酸掉了 说钓鱼像这种海钓大型鱼类 它其实是一个重体力活 你必须要身体很强壮 你才能够把这条鱼钓起来 的一条鱼钓走 现在的马来觉得还有一点喘气 还要好好修整一下 我都不敢想象 如果几根杆一起都上了 大家都在这里气喘吁吁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太棒了 与两条金枪鱼的搏动 让四光和小鱼精疲力尽 而就在他们准备 稍作休息的时候 意外的状况出现了 介绍一下情况 现在同时有三条鱼上来了 怎样 拉不动 拉不动啊 哇塞 不要拉得太猛 慢一点 重不重 很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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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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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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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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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洪荒之地 四官和小鱼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五条肥美的金枪鱼让它们满载而归 一 二 三 四 五 其实它有一条 刚拿上船的时候被海丝丢走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五条 为了保持新鲜 一上岸 船长就立刻对金枪鱼进行分切 好漂亮 金枪 周围的野生动物们也聚集过来享受着免费的食物 而金枪鱼最优质的部分将被四官和小鱼 用来制作最美味的料理 哇 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收获 啊 立不起来了 我好重啊 好 OK 浑食的酸痛换来了金枪鱼的大丰收 看到了 四官和小鱼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厨房 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美味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世界厨房系列之好吃澳洲 太好吃了 网上观看本节目就在旅游网市 当当当当 欢迎来到光哥的黑暗料理厨房 今天的主食呢 是一个很大的金枪鱼头 先用各种东西 油盐酱醋料酒 什么东西把它腌了以后呢 用锡纸把它包起来直接放到BBQ火上去烤 这锅根本就放不下 我也是很愁啊 在热上撒一点盐吧 在伤口上撒一点盐 啊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然后鸡翅膀我最爱吃 这其实是鱼翅吧 但是 等待我们的黑暗金枪鱼头料理 成熟之前的话呢 我先切一点刺身 那我们现在是完完全全绝对的土豪 因为我有几十斤的蓝旗金枪鱼刺身 当当当当 我要选几个不同的部位 出来呃 品尝一下 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金枪鱼的鱼腩 金枪鱼腩就是它比较靠近肚皮的这一块 因为它的油脂是所有金枪鱼鱼肉中是最丰富的 只有这一块肉的话呢 是金枪鱼中最好吃也是最贵的 像这一种最肥美的部分 在金枪鱼切的时候呢 要把它切得很厚 现在呢 我再来切侧身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这个部位的话呢 它的油脂比腹部稍微要少一点 所以可以把它切得稍微薄一点点 好 最后切的这个部位的话呢 是鱼背的部位 这个部位的话呢 是油脂最少 其实我切的这一盘赤身呢 从颜色上就能够看出它的不同部位 有点像什么 像雪花牛肉 或者是说像雪花猪肉 它上面的话呢 有这样网格状的这样的一些油脂的分布 一看就是油脂比较丰富 不说了 吃吧 哇 哇 好那种滑 糯滑糯滑的感觉 就是 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有一些油脂 你就这样慢慢咬下去 它就慢慢的慢慢的 牙齿就陷进去了 然后这些油脂呢 就扩充在你的嘴巴里 太好吃了 哇 哇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吃鱼头时刻 我再看一下 这个 黑料金枪鱼头 真的好多肉啊 但是我发现有个部位的肉 汁水特别的丰富 就是这眼窝珠子底下 然后它鱼头的部位 其实是我觉得 金枪鱼生肉里面是 反而是比较嫩的部位 反而就眼珠子在画 是最嫩的 但我觉得就是 金枪鱼熟了以后的那种 很浓烈的那种 不愉悦的味道 好像用这种做法做出来的话 反而会讲轻一些 给光哥点个赞 网上观看本节目 就在旅游网市 我觉得旅行让你体会到 这个世界各种各样 不同的生活方式 跳出自己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小圈子 去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看到不同的活法 旅行可以让我们去看到 真的是很多人生的 不同的可能性 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 过无限的生活 我也希望说我们这种 更自然的这些生活方式 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里是旅游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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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旅游卫视